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部分是 对 从机器人到3D列印 还有病毒这个部分 看不见的V世界 然后到最近在明示新闻台播出的 我的AI神队友这六集的节目 其实一连串都是科普节目 对 这一连串这四个系列都是科普节目 那其中我想先谈一下 跟我们关系比较相近的 就是看不见的V世界这一组节目 那其实主要谈的是病毒 对 导演可以谈一下 这六集大概有什么样的内容 就是从我们可以接触到的病毒谈起吗 可以啊 这六集当初规划的时候 是在2019年的时候规划 然后那时候规划就是想说 谈一下台湾常见的一些病毒性的传染病 所以就挑选了非常多的在台湾曾经出现过的这些病毒 然后最后归纳出了七种 七种病毒 其中有一种就是所谓的这种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 对 但是当我们规划完2020要开始做的时候 就碰到疫情 对就碰到COVID 对就刚好就就碰到 所以我们就把第一集就直接把它制作成COVID-19 然后后面其他几集呢 有包括这个 呃 肠病毒 台湾每年都会出现的70疫情 肠病毒70疫情 对小朋友的危害非常大 对 然后再来就是还有这种共病 就是人畜共通的 人畜共通的就包括有这个 禽流感跟这个狂犬病 然后再来就是登革热 每年台湾南部经常都会有 有登革热的出现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诺诺病毒 诺诺病毒对小孩大人都是 都是非常非常难以防范 如果你你吃的东西不是很干净的时候 往往就会碰到这样子的这个 这个诺诺病毒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第六个就是心情流感 嗯心流感 对每年大家都要去打的这个 瘤感疫苗 瘤感疫苗就是真的 H1N1这种病毒 对对 其实导演您从机器人 呃制作到病毒 还有最近正在播出的 呃我的爱神队友这几个系列的科普节目 其实都是把科学跟戏剧结合 然后因为又跟我们生活影响非常的大 那导演怎么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呢 ok好 因为科普节目基本上一定要谈一些科学的知识 那科学知识呃 严格来说他通常都会比较艰深一点 或者比较难一点 那针对一般观众就变成说你想要把这些科学知识 让他们在看影片的过程当中吸收进来的话 表现形式就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呃从一开始的机器人3D列印到这个病毒 然后再到现在的AI 每一个疫情不同 所以我们的表现形式上面 我们就会依据不同的疫情 我们去做一些更动 比方讲以机器人来说 我们大概用的是纪录片的方式 然后3D列印呢 我们是用行角的方式 对行角类节目 就像旅游啊行角类节目方式来来制作 然后这个病毒的话 因为他跟一般的大众的关系更密切一点 所以我们就用戏剧的方式 来把这个生病啊 以及对于呃跟病毒之间产生的一些一些纠葛啊 我们用戏剧的方式来呈现 这样子的大众的接受程度也会比较高一点 然后到了AI AI我们就用这种实境秀的方式来呈现 让这个呃专业人员科技的这些专业人员 跟一般的大众呃 或者说是他在他自己领域的专业人员 之间的互动是怎么样产生火花 如何互相帮助互相协助 这也是AI存在最主要的一个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就采用实境秀的方式 这样的话一般大众的接受程度也会比较高 嗯哼 导演我的AI神队友里面的有一集是讲 如何用AI创作音乐 对 对那我看的是有一位 您是利用一位呃音乐创作者 来带入整个过程 那他在跟资讯工程的教授在合作的时候 你们是怎么样把这两位专家凑在一起 然后在拍摄的过程 你又觉得让你发生什么意外 意外的惊喜吗 音乐这一集呢 呃我们是由一位这个呃 呃金曲讲的一个歌手 是一个原住民的歌手 然后他的先生是音乐创作人 嗯就是作词作曲的人 然后他们两个都是呃 呃在这个行业是非常专业的人作词作曲 但是他们用的是传统的方式 嗯哼 那当AI出现的时候 其实他们对AI也非常好奇 可是呢 对于如何踏入这个应用AI这种技术来协助他们 他们其实是不太理解 对那他们也会有很大的兴趣 是所以就因为这样的机缘 所以我就觉得说 哎把这个用应用AI这种资工的这种工程人员 嗯哼 让他跟这些跟这样子传统 应用传统的方式在做词作曲的人 两个人相结合 这两组人碰在一起 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火花 嗯哼 用这样子的方式 让他们两个呃彼此认识之后 然后互相学习 是 看看到底会有呃什么情形发生 嗯哼 那所以我们在安排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我们只有给一个大方向 就是就是尽量去谈 就是说你在做音乐是怎么做 那我今天用AI 我是怎么教AI去做音乐 那我自己在写歌写写写写词的时候 我帮这个呃艺人 帮这个歌手在写词的时候 我是怎么做 那我要怎么样用AI来帮你 那你要你要提出什么样的需求给我 我可以让AI来帮你 等等这中间就发生很多 有趣的对话跟方式 所以呃尤其是 这个传统的作词作曲的步骤跟方式 其实是跟AI人员在设计AI的时候 其实是完全相反 结果当他们彼此发现说 原来我们用的方法是相反的时候 都非常的惊讶 就是说AI原来是这样 你们传统原来是这样做 所以就说产生了这样子的这种呃现象 其实是非常有趣 但是即便是这样 还是可以用 还是可以让AI协助到传统的 这种作词作曲的人 因为AI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快 而且就多 对 你只要给他一定的这个key point 就是说你给他一定的需求 他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做出很多首曲子 然后做出很多首不一样的音乐 然后让你去选择哪一个适合我 让他选你要用哪一个 就提供非常多的选择 让创作者去继续创作他的歌曲 因为传统的创作者 他一直天天在创作的时候 总是会碰到一些灵感没有了 或者说是觉得今天怎么想也想不出 会陷入固定的模式里面 或者说是会卡住 那他写了一半就卡住了 那这种时候其实AI就能够 到AI的帮助 AI就可以帮助非常大的忙 因为AI可以提供你非常多的想象 然后你去选择 AI创造出来这东西 哪一个符合你哪一个适合 这样子的话 其实是非常好的结合 对其实那听起来 AI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 那这个其实另外一集节目 是在讲AI与医疗的关系 这个在一般日常生活中 未来一定大家都碰得到 那这个AI怎么样 跟医疗跟照护有关系 这个节目要怎么制作呢 这集 其实这集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确定要做这个方向的时候 其实我们听到我们的计划主持人 在讲说 这个AI其实在医疗 在照护方面 已经有提供非常多的协助 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 听到这个内容的时候 我们也觉得说 这听起来很有趣 我们就决定好要做 当决定要做 开始做一些厨房 做一些看警的时候 才发现这集恐怕真难做 为什么 因为我们讲医疗好了 其实你讲到医疗 一定你要有一些案例 可是案例就会牵扯到 个人隐私的这些问题 不是哪一个单位 哪一个医院 说你要拍什么就让你拍 甚至你要拍病人 还要病人家属同意 那非常非常非常麻烦 后来还好我们常跟医院联系 那常跟医院他们本来就有 已经设立了AI的这样子的一个部门 专门来设计一些工具 协助医师 运用AI人工智慧的方式 协助医师来做各式各样的工作 那他们本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部门 所以当我们跟这个部门联系上的时候 对方也非常高兴 能够有这种机会 他们也希望把这样子的观念跟概念 传播给大家 所以我们就跟这个常跟医院合作 那常跟医院合作 我简单的讲其中一个好了 就是说他们对于鼻咽癌 这样子的这个病变 那你要有知道鼻咽癌 一定要找到癌细胞 可是癌细胞非常的小 然后非常难辨识 那以前没有AI的时候 是要靠人拍了片以后 然后切片出来之后 然后把它放大 然后在电脑上一个一个一个去数 人工的判读 人工判读 人工判读你会 我们也有去看那个片子 人工判读非常困难 因为他癌细胞 跟一般正常的细胞等等 这中间这个差异实在太小了 你除非真的很专业的人 你很难就看 很难去辨识他 除了这个之外 因为他太小了 这个光数这样一个一个去数 到底有没有 这个也太困难 而且又花时间 花非常多的时间 那他们一天下来也数不了几个 可是当运用AI的方式 让AI去判读的时候 不但精准 而且快速 甚至可以帮他们节省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那这样子的工具对于医疗来讲 帮助就太大了 因为你可能一天只能针对三五个病人 去判读他到底有没有癌细胞 可是AI当AI的工具在运用上去的时候 一天可以判读甚至上几十上百的人 他到底有没有癌细胞 可以马上做精确的判读 甚至提供他们更正确的这些资讯 所以这个在医疗的部分 其实是帮助非常大 这只是讲的鼻咽癌 那事实上还有运用AI去判读 什么骨折等等这些 还有这些状况 因为有的时候骨折的非常细小 你看不出来 可是这个病人他就是痛 他就是不舒服 你即便遭了骗子超音波 X光骗 有的时候不容易判读 可是你丢给AI去做的时候 AI很快就可以帮你判读出来 AI一判读出来以后 再交给专业的医生 去针对那个点 去做最后的确认 其实节省的时间 都是这不可通日而语 这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那便到了协助照护的时候 我们要拍就更困难 因为协助照护主要讲的 就是长照中心 台湾的长照中心非常多 可是呢 真正运用到AI科技的很少 还没有很多 还没有很多 那没有很多的状况之下 你要去长照中心拍 因为都是一些在那边 养生养病的一些老人家 一些长辈 你要拍人家也不太方便 不太方便 也不见得会让你拍 然后这中间有很多很多的困难 那当然最后在宜兰找到 找到一家长照中心 然后他愿意提供这协助 也刚刚好他们也有 也有这个引进这个AI的 这个照顾系统 对照顾系统 所以这整个过程就把 过去没有用AI 跟现在用了AI以后 这中间到底差距有多大 这个就可以呈现出来 这也可以让一般的大众了解 就是说 以前传统的方式 就是我要帮病人去量 什么血压生命数值 每天都要去量 量了以后每天都要记录 对 可是照护人员 本来人手就不够 对 说不定一个人要照顾十床 或者八床 我一次就去量八位长者的 这个生理数据 量完之后 我要么当场记 要么那时候 有时候一忙 量完之后我回去一想 我刚刚记到哪里 到底是哪里去了 然后恐怕记错 记错是很糟糕的事情 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这中间 光这样的人工的记录 就会花掉他们 每天上班时间 大概一半以上 你花了这么多时间 在行政作业上面 可是呢 你真正要照顾老人的时间 就变得非常少 其实这些老人 这些长辈 是需要你去照护的 需要你去照顾他 看护他 然后顺便帮他 做一些事情的 那今天用了 用了AI之后 这些行政作业手续 几乎全免 为什么 因为比方讲 他拿一个温度计 帮你一测量完了之后 你这边 逼医生测到他的温度 他这个数据已经上传到 上传到这个医院的 这个系统里面 医院的系统 除了医院系统里面之外 跟他们合作的这个医院 也同时收到资讯 所以因为这些老人 这些长辈 每隔一段时间 还要回医院都回诊 所以这些讯息 通通都回去了 包括说 他如果说 长期的卧床 恐怕会有一些入窗 入窗出现的时候 要拍照片 拍照片还要有 还要因为是彩色 然后还要把这个 入窗的状况 要告诉医生 医生才知道 我要开什么药给他 让他去做治疗 那其实现场 他这样一拍 这些资料马上都 马上传给医生 而且你不用写 不用人工去写 不用人工在记录 就不会有错误 对就不会有错误 然后这些资料 又可以保存 所以基本上 用AI可以帮助 这些护理人员 有空出了非常多的时间 可以直接亲手 去照护这些老人 对于病患来讲 是非常大的一个好处 而且不会有判读错误 或是记录错误 这个事情发生 那当然又 另外就是除了这些 判读的这些 AI人工之类的 这些系统之外 那现在像新加坡 他们也用机器人 来照护这些老人 对所以那台湾没有 台湾目前没有 这样子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就到了 到新加坡拍摄 到新加坡的这个 长照中心 新加坡的这个 这个制作机器人的 这个科技公司 去拍这个机器人 怎么做出来 这个机器人 如何协助这些老人 去做这个 长照的这些服务 所以导演 在影片里 也把新加坡 如何把AI运用 在照护上面 也给观众 一个蛮新的认识 对对对 其实这个机器人 在以新加坡来讲 他们也是希望 推展到全世界去 那这个机器人 当初我们一开始 在接触的时候 其实不是新加坡 是另外 是在欧洲的另外一个 一个 一个科学家 他做出来 可是他的那个机器人 做的也不错 可是他并没有 后续的发展 也没有真 也没有真正的 直接落实到 长照中心 所以后来 我们才转到 新加坡这边 那新加坡这边 做的还还不错 他们现在的 这个长照中心 已经起码 大概有十几二十台 已经正在服役当中 所以他们的运用 已经蛮进步了 对对 跟台湾比较起来 对 是 所以他们很多经验 其实我们都可以 从他们身上学到 对 这都可以学到 因为新加坡做的 这个机器人 因为他可以说话 他可以跟这个 老人之间做互动 为什么说新加坡 跟我们还这样子的 如果直接引进 还不错 因为他的机器人 本来就会说华语 会说英语 会说华语 会说马来语 甚至 新加坡来讲 他们叫做福建化 福建化 他们也会说福建化 福建化对于我们 我们台湾来讲 台湾 台湾语 基本他是经得懂的 所以他们的机器人 到台湾来 是直接可以上线 因为也可以跟 我们的老人直接交谈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可以作为台湾民众的参考 另外有一个应用 是在运动科技方面 对对 运动科技 其实目前的 我们接触到的 这个技术 是台体大的老师 他们设计的 那主要是要协助教练 做一些现场的一些判读 也就是说 我们以这个棒球为例好了 一个投手 经常的在投球 很容易造成肌肉 肌腱 甚至是骨骼上面的一些伤害 到底他 当他有一些病痛的时候 他不见得会讲 因为他不希望他被换下来 他还是希望能够上场投球 因为一个运动员如果说 你连续两三场不上去投 有可能会被换掉 或者说是变成 战机就落后了 对他的战机 他的数据就落后了 所以不太愿意 可是问题是 当人有伤害的时候 如果你不做一些适度的休息 你硬要去投 硬要去从事这样的运动 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伤害 那个时候可能 不是休息两三天就可以恢复 甚至要休息半年以上 整个球技都不能 但是你要告诉这些球员 就是说你应该要休息个两三场 那你要提出一定的证据给他 那所以怎么样提出证据呢 就是你变成说 你要到医院去超音波检查 然后医生给你判读 给你看片子 这个都不是场边 能够随时做到的事情 所以他们就运用AI的这种技术 把这种超音波的这种仪器 扫描仪器把它设计成变析式的 可以直接带到场边 然后由专业的人员现场 马上帮你做扫描 扫描完了以后 所有的资料直接进到系统 直接上云端进到系统 如果需要有执照的医师 专业的医师做判读的话 其实这些资料很快就传到医院 医师在医院就可以马上对于你的现况 去做一些判读 去给你做最正确的建议 那这种时候 球员看到 现场马上看到他的状况的时候 他会很容易的心难的去接受 因为他也知道 如果我今天硬头 有可能休息的是三个月半年 而不是两天三天 这种时候他就会愿意接受 所以对于球员来讲 对于教练来讲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所以他是整个AI运用在 运动科技上其实是一个蛮快速 然后又可以正确判断 运动员受伤情况的一个工具 对 以这一套系统来讲的话 是这个样子 其实AI在运动上面 有很多不同的 很多不同层面的运用 都可以协助教练 协助教练做现场的一个研判 还有针对战术等等 像篮球的话 也可以做战术的研究 然后甚至甚至可以透过一些 所谓的这个AR VR的这种形式 然后再加上AI的这种技术 比方讲下一场要跟哪一队去打 然后那一队的这个特性 全部可以进到AI 变成变成一个一个数据 然后AI就可以把你要跟对方 这个明天比赛的这个对手呢 做一个砂盘推演 你甚至可以直接看到 就是从AI模拟出来的吗 对你甚至带了这个穿戴装置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进到一个虚拟实境里面 然后直接跟对方的球员来打球 对 这些都就是可以做到 听起来很厉害 那在战术上的运用 有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可以去分析这个 你的明天的这个对手 他的这个战术大概是什么样 然后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我们这一队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去做防守甚至去攻击 等等这些都可以运用这种 这些技术来的来做这个训练 所以对教练对球员都是有 都是非常好的 AI的科技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非常多的层面 我们如果想要知道 AI对我们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还有未来可能对我们的生活 有哪些帮助的话 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的AI神队友这六集的节目 影片的播出呢 基本上他的年龄层 我们是原本就定在这个 国中以上的程度的 对的社会大众可以观看 那针对小朋友的话 我们有把这六集 转变成数位绘本跟漫画的形式 那现在也已经上网 可以直接购买 那也欢迎大家用这个 我的AI神队友的这种 这个搜寻这个keyword去搜寻 就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的电子书 是今天非常谢谢导演来我们节目 谢谢 谈了他在民事科学在发现 这个节目里面制作了新的系列单元 叫做我的AI神队友 我们除了可以在LINE TV上面看节目 也可以到网路上搜寻我的AI神队友 你可以找到更多相关的产品 包括漫画跟绘本 那相信从不同的媒介 我们可以对AI有更多的认识 那其实AI出来之后呢 因为他应用范围太广了 很多人担心呢 自己会不会被AI取代 那其实这六集的节目 其实看完其实可以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用那么担心 我们会不会被AI取代 对没错 AI是非常好 非常方便的工具 大家要注意它就是个工具 所以它不会取代你 只会因为你不了解AI 才有可能被取代 所以不要害怕新的科技 尤其是AI这样子的好用的工具 对 知道怎么样用它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人类 是有很大的帮助 而不是说我们人类会被取代 今天非常谢谢导演来节目 谢谢 如果你喜欢听起来很科学 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下一集节目了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